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着钱 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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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住 你不能走 我不让你走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什么工作 在哪 你赌气走了 铁子怎么办 怎么不关我的事 朱哥 你心里想什么 为什么不敢说出来 我敢想什么 我什么都不敢想 你喜欢我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别错了 是你自己 自我多钱 姐 姐 他们说 他们说婆婆晕倒了 现在怨呢 我都不敢承认 我们给你母亲做了详细的检查 检查结果和上次结果是一样的 确诊你母亲得了脑癌 而且已经是晚期 婆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姐 婆婆她醒了 她要见你 秦叔 姐 哥妈醒了 你必须去见她 我不去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秦叔 你醒了 不行 听话吧 镇定一些 尽强一些 怎么谁的不幸苦 我能让她知道 知道了 是你受不了了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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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咱就坐这儿坐几天 又吃又喝 你说 哎呀 坐啥 你吃啊 怎么 你说你病还没好呢 你说你这么早对了 其实我都担心了 别闹着 你别坐 别坐 你怎么了这是 哎呀 我跟你说 我这都叫对不起你们 哎呀 你说我这没得到毛病 啊 没事 小小我出院了 干嘛 嗯 是没啥大事 那你老人家 在医院多住几天 我们帮你好好查查身体 这也挺好的吗 检查什么呀 检查呀 这都叫乱花钱 想想我都定了 你过来 回去 被打起来 来 喝好嘞 回去 走 喝好嘞 回去 这人呢 妈 你就是不听话 你看 这儿是不听话吗 这儿是不听话吗 不用扶着 我都自己走就行了 妈 不挂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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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事 给别人看一下 不挂 不挂 不挂啊 骞子 可有个事儿 跟我商量一下 是这样的 我想 先把老人家送走 我欠他们的 我对不起他们 对不起秦叔 可想 为他们 多做点事儿 等我把老人家送走以后 我们就走 走得远远的 再也回来 请吧 哎呀 我没什么事儿 没有那么歇乎 妈 您搬回去跟我住吧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我不去 我在这儿住惯了 你别瞎操我的心来 不行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能不能别这么固执啊 你也得替我想想 秦叔 秦叔 别着急吧 医生不是说了吗 干妈的身体 没有什么大事儿 行 你不回就不回呗 反正我也绝不过你 我做饭去了 干嘛 你先躺会儿啊 我去帮帮她 嗯 秦叔 秦叔 妈不会有事儿的啊 秦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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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别哭了 别让妈听见了啊 别哭了 我来哭了 我 妈 吃饭了 好 我自己来 我做做你不行啊 好吃 脑癌手术目前在我国也是高男手术 你母亲年纪大了 而且又是晚期 没有必要再让她手术了 即使手术成功 也没吃不了多长时间 回家后 你们好好照顾老人 让她走好最后的日子 太平 我们一定要让妈动手术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妈等死 就算只有1%的希望 我们也得试试 别说了 谁也不想在我身上动刀 我得留个全尸见她爸去 要不然认不出来我了 妈 行嘞 我这也没多大病 也不爱吃不爱喝的 干嘛 行嘞 你别说了 你吃你的饭 你别跟这缠回来 不是 你看 你看我这多能吃 你看看 你看看 吃饭 吃饭 别说了 这种病 我就治好过一次 也就一次的 具体的还要看病人的实际 好 大夫 这边 每天都被護好 假衣 看看烟胎 看看烟胎 眼睛 饮食怎么样 还幸福 睡眠呢 我睡眠不好 医生 怎么样 我是无能为力的 你别送我了 去陪陪老人吧 想开点 人生无常 喜怒哀乐 生老病死都要经历 你不要太伤心 让老人一切开心 别留着遗憾走 老妈 那个医生走了 帖子他哥呀 辛苦你了 帮我找大夫 没有 这应该的 医生说你没事 休息一下就行了 柴平和青叔瞒着我 你也想瞒着我呀 我就等着这一天你 这回可见着老爸 见着我儿子来 他们都在那边 等着我你 大妈 别这么说 你看你现在 你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 我陪你去 那帖子他哥呀 这个你会划船书 怎么样 在门那会儿 你说他会去哪儿啊 会不会 妈 妈 干杯啊 妈 请说 这样吧 你去这边 我去那边 好 好的 妈 干杯 我刚刚 来的时候才十九岁 几十个妹子 坐着大卡车 坐了半个月才到这儿 开始以为当兵的 那当女兵高兴的 等到了地方才知道 这儿有很多老兵 留下来开荒 我们来呀 都是给他们解决 老婆的问题 大叔他们是革命功臣 嫁给他们当老婆 也不委屈 你知道什么呀 革命他爸为我大十几岁 他们那时候呀 又黑又瘦 看着可老了 哎呀 我跟你说 他是连长 你说呗 这一下车 他就把我给看上来 那一定是您 长得比别人好看 嗯 我那时候是好看 现在是比不了 那时候呗 我这心里头啊 真是不愿意 可他是连长哎 哎 他手下管这几十号男人呢 你说他看上我了 你别的男人 谁还敢接近我呀 哎 哎呀 你说我不嫁他嫁谁 我怎么能来了 我不嫁人呗 静明他爸都跟欠我的似的 娶了我以后对我可好了 哎 我这么想哎 你说我要是跟别的男人过 没有男人对我这么好 哎 可惜走得太早了 没过上好日子 他们那些老兵哎 差不多都走了 你想哎 打仗打那么多年 哎 这又开荒种地 太累了 这累得太狠了 早到的就把身体给胃垮了 他活着的时候来 带我去划过一次船 都像你这样 他让我坐着 哎呀 可是真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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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这次是过不去了 老孟 亲叔只有你一个亲人 他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 他一定希望 你能去医院治病 这病治不了 可他不会怎么想 我知道 她不想让我走 大妈 你要真心疼她的话 就得月月祝老天 让她好好静静笑 就让她心里会好受一点 有您在呢 她会觉得自己有个家 如果您不在呢 她就会像我 没有帖子一样孤单 没回医院啊 行 知道了 谢谢啊 来来来 开心吧 今天 爸 你走开 谁让你带我妈出去的 你干什么呀 这不怪她 是我 我要出去 正好帖子她哥来了 你看我让她陪我出去的 妈 你要去哪儿 你就不能告诉我嘛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就出去呢 是啊 这 行了 妈错了 行了 那怪我啊 这都是我错了 行了 别过来 妈错了还不行吗 叔哥 过来啊 别人是 叔哥 老人家 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了 亲叔就要和我结婚了 请你以后离她越远一点 别过来 没什么事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屏爱和情书带着我又看你来嘞 这妈天天都想你 这回好嘞 咱们娘俩快见着面嘞 妈 行 我答应你 这个我做手术 可是我呀 我不一定出不到手术室的门 手术之前呢 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看着你们俩结婚 行呗 小心别着凉了 谢谢 听说 别再想了 嫁给我吧 我 我现在连做梦都能梦见我们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很幸福的 如果你不愿意去上海 我们可以留在这里生活 你可以继续当你的护灵员 做你任何喜欢干的事情 我们再生个孩子 不 两个 最好是一男一女 如果干把手术能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老人家在有生之年 抱上孙子 你想想 那该多好 我不能生孩子了 什么 上死了 我没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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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更生孩子了 一切都是我自己找的 一切都是我自己找的 我没辞 我没辞 只看我的笑话 你对这儿都着抱负 这下你高兴 清水 你是谁 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在试图 还是 你还在怀疑我什么人 难道我对你的真心 还能够吗 清水 你到底还想让我 自我做的吗 开屏呢 他今天忙 忙完了就来了 笑什么呢 我想起那天呀 铁子他哥带我划船的事了 划船 后来他还带我 给我请了个老中医看病去 是吗 老中医走了以后 铁子他哥就问我 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他这一问 我倒想起来了 这么多年 我就没忘了 你爸第一次带我划船的事 当年呗 他带我划船 他不会划 这岸上站着一排战士看着你 他要面子 好 这就使劲的划呀 这越使劲的小川 就在船中间打转转 岸上这战士就笑 好 他还急了 站起来想跟人家训话 这忘了是在船上你 这么一使劲 光 栽都合理了 铁子他哥这人可真好 我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后来呀 还带我去这个老白街吃了一顿牛肉面 就是静明最爱吃的那件 我想 我也去尝尝去 妈 你想干什么 怎么不跟我说呢 嗨 要不是帖子他哥问我 我都想不起来 你给我买的那件 最好看的衣服戴上了吗 大夫别忘了帮我穿上 妈 没事 妈一点都不害怕 妈这是啊 去跟静明他们俩俩团聚起来 他们在那边等着我 没事 妈 我不许你怎么说 我就你一个亲人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 你不能不管我 你不能不管我 上丫头啊 王总 还有开屏照顾您 他心疼你照顾 将来你们俩再生个孩子 一家人热闹闹的 好热在黑场 人早晚都得走着一步 早晚的事 手术前面 手术前面 必要让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就让他心情愿快乐 还有特别注意饮食起绝 哎呀 婆婆 我倒不愿意躺着 躺着难受 那个人进了医院 他就得躺着痒痒 我躺不住 躺不住也得躺着 只要是我们在呢 你就得躺着 你当我们走了 看不见了 你想在哪儿溜达 你在哪儿溜达 对 婆婆 躺着一趟 我上哪儿溜达去 少抽点吧 对身体不好 上次对不起了 我没有问清楚情况 就责怪你 上次也是我不好 我应该提早地告诉你一声 我平时就想着 找医生给妈妈看病 可从来没有想过 应该问问他 想做些什么 谢谢 信我什么呀 其实好多事情 我也不知道 是一个老人告诉我的 他说 人死比不可怕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 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这辈子结束了 下辈子也就开始了 人真死了 其实也用不着害怕 亲人呢 也用不着难过 最重要的 是别留下什么遗憾 在临死的时候 我突然发觉自己 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 到那个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做 就能做到的 是啊 就叫我 我觉得 老天爷处处的 跟我做对 我喜欢的 他一定不会给你 我不想做的 他一定会让你去做 我最珍惜的 他一定会给我多做 人都说 命是天注定的 就算是我倒霉吧 这老天爷 总得给我一点点好 可这点好 也不是他愿意给的 还等我 拼命去争取 有的事 你连争取的权利都没有 妈让我嫁给开拼 可我不能嫁给他 为什么 我不能生孩子 妈让我嫁给开拼 是他老人家最后的心愿 我必须答应 而且开拼 也一直想和我结婚 可当我告诉他 不能生孩子的时候 我看得出来 他犹豫了 我不怪他 谁能不想要 自己的孩子呢 可是我该怎么办 这边妈一直催着我们结婚 可他那边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他一样的心愿 bore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真的对不起 你原谅我了 有些事 我真的不敢跟你说 铁子 这一切都是哥早上了 哥对不起 哥喊了 哥不能看到这样 铁子 哥出去玩 很快就过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也好 可就是没有你大哥好 我大哥 你要是有你大哥长那么帅 我肯定和你出对象 陶的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那你也能长得差不多吧 你看看你 还不到三十六 看上去一脸的褶子 像六十三 这怪得着我吗 我爹妈给的我人脸就是这样 人老话说的好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你看人不能光看脸 你看看我的内心嘛 心啊 那拿出来让我看看 大哥 这么晚了咱还回来 大哥 孙老板呢 他在屋里呢 好 我去看看 回上海 公主结婚的 怎么现在要还回来呢 你该不会是回去几天 过两天又回来的吧 开平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要是实在是不想走 你就留在这儿 谁啊 孙老板 我找你有事 真是个好女人呐 嗯 我想娶她 我说的是亲树 你不要走吗 你什么都走 我走不走 关你什么事 现在管我事了 我要娶她 她喜欢你吗 至少 她对我有好感吧 我知道 亲树喜欢的是你 你有情有事 又是个大老板 我没有办法跟你比 有你在呢 我就没份了 不过 你现在要走了 我就有机会了 哎 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为什么要走 我根本没这个兴趣 跟你也有关 亲树不能生孩子了 就以为这个 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人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还没有我想得开 不生孩子又怎么样啊 既然你爱她 就应该体谅她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以前 我以为你爱她 能照顾她 所以 我让着你 我不跟你争 看来 我错了 你在说什么 你让着我 你不跟我争 老官以前告诉我 说你 对亲树不是真心的 我骂他 我劝他 放弃亲树 我说你跟亲树 是天上的一顿 看来我错了 我诸葛以前 做错过很多的事情 但这次 我不想再错下去了 我告诉你 孙开平 如果你没有胆量 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根本不爱他 如果你根本没有胆量 跟我竞争下去的话 赶快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看来我 你不想再错过了 我看来我 你不想再错过了